就把这个身份证都电子化了 把身份证都电子化了 就以后可能现在用手机 可以完成支付 可以完成建商宝 可以怎么样 多增加了一个功能 包括咱们这个人民币电子化 现在有点吧 数字币不是 对 就您对于所有的一些东西 都集成在手机里面 或者都电子化了 您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我看这个事 对于广大这个 就是尤其是年轻人 可能还好接受一点 因为他们使用手机比较多 尤其智能手机比较多 尤其像老人 就是会不会产生不方便 比如说都电子化了 那原来我拿着 就我父亲 这方面就很容易的这个例子 银行卡 银行卡出来都多少年了 但是他一直都不喜欢用 他还是喜欢用存折 去银行取钱 上面打费多少钱 那看的一清二楚 非常明白 你用银行卡老觉得不踏实 所以他不爱用 那现在电子支付 用手机支付了 他也在慢慢的学 因为没办法 你很多地方 他不收纸币了之后 或者说 收纸币不方便了之后 他也没办法去用了 所以他只能慢慢的去学 但是事实上 这种方式 还是给他带来了不便 就是我想觉得 这种是不是在老年人 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这个之前有一个地方 商店 不是说现在的事 这一说有小二年了 使手机刷 可是老头老太太呢 他不会刷 你看我现在使的 还是在破手机 你给我发短信我能收着 让我发 我还不会发 所以有地方说不收现金了 这帮老头老太太 晚上反映 上面几个头一碰 下一通知 老人 包括老头老太太 收现金 给现金你也得收 对 你不能说 去那边刷卡去 这不行 没三天 这通知就下去了 老太太再买去 就现金了 上面有通知了 具体说这个数字货币 还有这个卡上的事 这个许会借金 这是方向 咱们得承认这是方向 但是现在要全民实行困难其大 老百姓这肯定不方便 但是我也不能否定这是大方向 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是你说现在就立马啊 强推 就是这个 一刀切了 这就炸窝了 那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循序渐进 分阶段 就跟那个退休是 他也得分阶段 一开始说 一刀切 65退休 好些人都炸窝了 我59了 他一年我退休了 你这一刀切 我就干六天 退休一天 二三十岁 无所谓 早知道 他临近那个退休年龄 就不行了 这个也是 你看 强推 我估计65岁以上老头 有坏的 有 但是绝大多数 让他们支付报 微信 付钱 不贵 你看 要不拿上紧张似的 你有见过吗 没有 没有登记行 他一瞧我这 拿这个 什么那 一瞧这个 你走吧 都什么记 你肯定气势多了 你走吧 别跟我捣乱了 对 你要是年轻的 你要是说 你那做个大吧 买票是说不许多 上算是走 他也嫌烦 对 你弄烦了 老头村了 你还信招事 他一瞧我这头子 他都不让你登记 一看就是老北京 买完就走 买对去了 上车也是 我没那口证 给您一口证 像您带着 他还求我 给您一口证 其实我有 这个也是如此 强推不行 但是这是方向 这是方向 慢慢来吧 慢慢来 就是一个 接到一个过程